朝鲜半岛又开始了 那我起来好事啊 然后我看一下网路的评论 没有一个是评论正确的 包含那个爱国播主都没有正确啊 说什么朝鲜半岛又打起来 会影响到台海统一进程 你以为现在还是1950年代啊 而且1950年代 即便是回到1950年代 那个时候 朝鲜半岛开打 也不是中国当时暂停武统台湾的原因 不是说什么美国的第七舰队 那时候进驻台湾嘛 美军进驱台湾 现在有吗 你那个三次围 几次围岛军演包的死死 这是晚上那个 晚上我都看到了 那个很低的那个喷射云 两三条在天空中 那就歼20的了 因为不会压的那么低 而且不会 间隔那么紧密 同样的云的厚度 就同时飞过的 你同时飞过不可能是民航机啊 而且不会那么压的那么低嘛 那就歼20了 不是 或者你自己的 飞机 可是这里训练那个新竹工军基地的那个训练的航道 不是这不是这里啊 不是这条 我们都知道的 那你早就已经被飞了乱七八糟 那个第七舰队何在 没有吗 美军 不要说这个连阿富汗塔利班都打不赢了 经过这些年 在中东 以色列那边搞的焦头烂盒 俄乌烂盒 你还想要让他卖个阿世带来啊 所以这不可能嘛 各个况当时放弃过台湾也不是因为朝鲜门导 是最主要的原因是老乌龟的那个诅咒的原因 我前面讲诅咒领和国的原因 把他倒影过去 还牺牲了林彪集团啊 牺牲林彪集团就是为了让老乌龟的诅咒 我有印你啊 你不是说他杀猪拔毛 他有去做啊 林彪有去做啊 他也不知道哪一根线 那个街不对了 我要叛变 你都已经要当他的接班人了 怎么还要叛变 要想办法牺牲他 去给他印诅咒 就说我有印你啊 你看你反攻大陆是美国人阻挡你的吧 他说他最后一次反攻大陆了 1971年吧 应该是美国人阻挡你的啊 然后林彪在那边闹 你看 他就会讲出经典的那一句 娘气皮 美国人害得我们的骨架啊 那就把诅咒往那边倒吧 所以不是这个原因吧 所以你你王国那评论的那个通通都不对 而且都不讲中朝同盟 中朝同盟甚至都之前被离间过嘛 所以这一次 北韩就直接讲了嘛 朝鲜那边金宇正那边就直接讲了嘛 他说一直想要离间中朝嘛 他们不管是国外的媒体 还是中国的很多媒体 都在想办法离间哦 都在想办法离间 因为朝鲜之前鸡蛋中国 已经过了嘛 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最主要的原因是当时 有一些中国的高层已经被渗透了 跑过去帮忙破坏朝鲜 要他放开国门 他当然警惕了 要他改革开放 这一点各位应该看以前的新闻就知道了 他当然会警惕的 可是后来这些人慢慢被清掉之后啊 这些被渗透的高层被清掉之后 帮美国的代言人把它除掉之后 就重新和好 这个就是前面那观点 你好坏的戏造成的嘛 所以他现在还想要离间 结果我看到一个韩国更好笑的一个 他还恐吓中国跟俄罗斯 恐吓中国跟俄罗斯 你敢帮朝鲜我就打你啊 打你们啊 打中俄 这个不愧是那个党争几百年的民族啊 你看两边都扭曲心理嘛 一个这样扭 一个那样扭嘛 他这边说 要恐吓中俄 这边说毁灭美国之外 一下动员一百多万大军 增加一百多万大军 总兵力加上原本的一百万 总兵力两百多万 可能超过中国了 人口十分之一 所有青壮年男人 青壮男生通通 暴民参军 我看这个 真的是扭曲心理到 这些 不会是经历过几百年党争 我前面影评那个 陈碧录的时候 你自己去看 不是军都打进来了吗 风神秀吉的部队 他们还在 我一定要消灭男人党 你可以看得很扯 消灭白人党 都有死到灵头了 还要消灭对方 这个是 这个就会促进 他的这个动员力 一下一百四十万大军 加起来两百多万 难怪普京一直说 我要跟你结盟 普京通路马上结盟 其实这个 很明显中国已经是 完完全全已经跟朝鲜 剔除嫌隙了 不然中国也不会让 俄罗斯跟他结盟 因为是互相交换 附属国 白俄罗斯跟中国 结盟 之前不是那波兰的警告说 俄乌战争打 我也要对付你 白俄罗斯吗 北约靠近白俄罗斯边境 那时候中国跟白俄罗斯联合军演 在联系联合军演 就是 那跟北约在对阵 那时候欧洲不是华的 欧洲的媒体说 中国军队竟然跑到欧洲来军演了 白俄罗斯 那就是互相交换 交换小弟 你的给我用 我的给你用 他就是中和联盟 所以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南北韩在 闹的同时 台海他还是包围军演 所以在告诉一件事情 就算朝鲜半岛打 我这边也可以打 同时支援都做得到 因为俄罗斯都已经跟他结盟了 那俄罗斯说 难怪俄罗斯 就是看准他那个恐怖的动员能力 那个就小小一小快 两千多万人 那个一个扭曲 哇 一百四十万再加一百万 两百四十万 所以难怪俄罗斯说 你分一些兵给我 他到俄乌战场没有人 你看俄罗斯几轮动员了 叫战斗民族 可是他动员的那个 能力是有限的 因为他整个俄罗斯的统治很封建 还是很封建的那种结构 他们没有那种扭曲心理可以 效率这么高 也没有像大陆某一些地方 已经是很腐败的 要动员起来的话 还好你基数到十四亿人 我只要动员个几百万 那是小数 对中国人来讲是小数 动员个几百万 甚至也没有 没有那个需要 因为制造也全部在这里了 可是俄罗斯一定是看成这个 这个是招兵的来源 他很扭曲啊 我已经提过了 他已经可以玩到 这个化学结构 已经可以玩到 一单是一条影居肉像 我提过了 人间不堪其忧 回忆不改其乐 北韩啊 我知道你北韩做得到这一点吧 南韩是搞邪教的那个扭曲嘛 北韩是往这个扭到儒教来了嘛 那儒教很好 你以前达到中国人都没做到的 沿回的境界了 因为是沿回的境界 所以他 要发挥的时候 动员一下就可以 那一点都不用怕 那就跟他开战啊 两岸同 那边一打 反而是 可是这边也 逼得一定要动手 台海也一定要动 那你美国赶快点报 我希望赶快点报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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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南韩棒子你也不要退 南韩棒子一样有扭曲心理 所以他也绝对不会推上的嘛 只是他被美国管教太多了 很底层都是财罚 淫乱腐败 十几国联军住在南韩 就那么一小块 离邦十几国 那你很明显吧 你美国人到现在都还没有放弃 当时的 韩战时候的那个战略啊 他以为找了各国联军来 你中国就不敢动 是这样吗 一轰你全部都打散了 你们用了几十国联军去恐吓俄罗斯 都没用了 你再用十几国联军来恐吓中国 那就来打看看 反正联合国是废物嘛 他已经被老国贵诅咒了 理都不用理他 而且你这也不是联合国军 你又不缴钱给联合国 我中国只要缴钱给联合国 我这边联合国军了 跟联合国讲啊 你现在不是没钱 美国人不给你钱嘛 还搬到平壤 还搬到平壤 不要搬到中国来 那个虽小的东西 不要搬到中国来 你不用搬了 就给他钱就对了 就说我给你钱 有钱的是大爷哦 现在我这中俄朝才是联合国军哦 他那个是匪军哦 要讨伐的哦 所以你这个一点都 所以他那十几国联军 其实就是玩当地的棒妹而已了 让南韩 让南韩的打鸡血用的 南韩棒子去打鸡血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们把那个装甲车开到路上 还会被大家抗议吗 对抗议 但是上层是极度的扭曲 没有问题 还是有那一群韩棒 要打 那打就跟你那个北韩的那边打 这种和平不要有 原因很简单 因为这种 美丽江海盗 它来到东亚 我以前提过 它使用了总体的那个底层战略 因为陀螺伊的关系 它不会改变的 那条线是绝对不会改变 一般人一直以为是改变 实际上不会改变 不管什么时代都不会改变 它就是美洲 我提过很多次 它就是复制美洲 白人登陆美洲大陆时候的战略 用你当地的那些喇合 用你当地的那些跟我配合的人 带路去打 然后一块一块的区块区块的并进 它会有很多附用过 所以当时有 玛雅有好几个城邦 都变成附用这个原因 而且它会先减除 你北方的那些 还有南方的 玛雅是最后消灭掉的 它先消灭阿兹特克和印加 那时候我一直看 它为什么要放 放着玛雅不动 因为它知道那是核心 它最后再来处理 然后用的策略都是一模一样 找带路的一个组织 不是人 甚至不是党 就是一个国家 能附庸承包 因为你以为你帮忙之后 你可以幸免 让货水引到邻居那边去 它现在到了亚洲 也是使用同样的策略 这一点是咬死不会变的 那你既然要死不会变 现在局面走到今天 我就可以碾掉你的附庸吗 我就打你这个东西 你的策略 你就不会有新招了吗 因为你这个底层策略 也是个大年脚本的东西 你要改要很多年了 而且你也没有那个寿命 美利坚一直在衰弱 你没有那个时间寿命了 所以就打他的附庸国 没错 不用怕跟他开战 到最后 当他把那些附庸国都放弃的干干净净的时候 你就 就彻底垮掉了 彻底垮掉了 这个局面就走过来了 所以 反而现在那个鬼精家族 你看那个是日本那个石破帽 玩石破天津魂园长的 他只有嘴巴喊一喊 他不怎么动员 他只趁这个机会去羞辱韩国人而已 有因为先前跟韩国人打过很多嘴仗 双方都要面子 他现在 讲出那个要驻军美国大逆不道之言之后 他现在还是要搞那个 想要置身事外 美国人再怎么逼他都只是应付应付 他不是真的想跟你玩 那你看很聪明 中国跟俄罗斯如果真的包袱开达 日本可以 搞不好可以躲掉 他想办法 他如果真的打的话 他一定会派人到中国跟俄罗斯的 他那个时候他不怕跟美国翻脸 就那个时间点他不怕跟美国翻脸了 所以说 与其谈判 妥协 说很多好话 做一些什么政治秀 那些都是多余了 你看 光是这个台湾的这个联合利监 演习过后 你看台湾岛内的那一些人 他现在越来越近之后 他讲话都开始 变形变色了 连那个余北城都要出来攀咬人了 我不是台湾 是他 所以我一直想那个 之前跟那个 禅越在大陆讲的时候 我说拜朝无伤 台湾拜朝无伤 一点都没错嘛 全部爪爬 朝无伤的信徒啊 马上他又去攀咬 最后攀咬出 赵超康了嘛 曹星辰跑了 才只不过是 联合利监B 第二波 我们叫联合利监第2波好了 接下来就第3波 联合利监第3波 那第3波什么时候登陆 他们现在一直害怕这个嘛 那很快他们立场就开始变了 你看全部一堆人开始已经优先变色了 要跟台独化清界线 所以朝鲜半岛 打吧 与其这种虚假的扭曲的和平 何必呢 那虚假扭曲的和平 只不过就是给美丽监海盗继续有渗透的机会嘛 那既然他逼急了 他事实上在意一件事嘛 就是那个金砖币要搞起来一百多国支持了 他没有办法再收割全世界收割韭菜 下一次如果再收割不了的话 他逼急了嘛 他一定要开火 然后可是他那开火搞了一个矛盾 因为他先前要搞渗透 在中国养的大量的尾 哇 他想拉中国下场 又不敢让中国下场 他现在这个矛盾在这个嘛 拉你下场 让你不要去搞那个什么 那个什么金砖币 但是又怕你下场 因为你的实力已经很强了 制造业都把它抢过去了 那就让这些尾奴讲话都很矛盾 到底中国要不要下场 美国人自己也不知道 最后他的策略会变成这样 最后我补充一点 这很重要 那个 大陆有很多朋友 他都没有搞清楚这件事 他就说怕两韩统一之后 就会像越南一样不听话 来跟中国威胁什么东西 他说你看两韩加在一起 22万平方公里土地 然后经济实力 对中国不利 什么什么什么 你自己先统一了 你不要管别人统不统一了 你不要害怕 你的朋友统不统一了 这就是这种损友的心态 损友的心理 自己如果没做到 就怕朋友做到 两韩统一 你真相信 两韩统一 22万平方公里 好强大 两韩统一加在一起 也没有日本大 日本37 那我想到以前 那个二十几年前 我第一次 对男人帮子 讨厌的那种 扭曲心理的 感觉到就有一部片子 还找很多美女 他们电影都有美女 他们演 还有个老头 他们是养了用时间 穿越的 就是暗杀一等 没人 然后他说 未来的韩国 不是像他们那样讲的 未来的韩国 在二零几年 在二零几年的时候 突然意外统一 统一后的韩国 南北韩 空前强大 立刻去跟中国要求 辽东半岛要归还高沟黎时期 回到高沟黎那边去了 时期的领土 他这个电影的台词 你大陆还有人相信吗 你两韩同一 就二十二万平方公里 还可以空棒子 结合在一起 还是棒子 扭曲心理 从一在一起 还是扭曲心理 你还以为正反力子 对撞 可以爆发空前的能量 就算有空前能量 也 散完也烟消云散了 正反音子 烟灭 空前强大 然后高沟黎的领土还给我们 那就让你三甜度 大清皇低功德 两男家在一起 不要跟中国比 你也没有日本到 你能相信使用扭曲心理 扭曲心理只有一个好处 就是在内斗的时候 能量特别大 就是像那个北韩 想要干掉南韩 一下动员 那个动员力是很强大的 这个难怪古今 一直想跟他结盟 前面讲 这种动员能力 一句话就 两百多万大军 怎么愿意 大家都愿意牺牲 去干掉另外一半 这个是 他很难理解的 那个 这个 这没有问题 这就可以做得到 但是你说统一之后 他还要 高沟黎领土 你相信 不要有那种损友的心理 所以大陆有些 那个都是 境外媒体操控这些人 让你中国不要去援助 朝鲜 你援助他一点 怕都不用怕 因为什么 你的 他的核武是 你中国大陆给的 俄罗斯只给一部分 为什么俄罗斯 现在才跟他结盟 那先前的核武 就绝对不会是俄罗斯给的 有一些技术是 有些技术 从那个参数看 就可以知道 有些人去有研究过 他那武器 就是他在阅兵的时候 出来 可是阅兵的时候出来 有一幕就是 那个东风时期 中国大陆 这种滑翔式 那种压抑的 滑翔 好像是东时期 你看一下他完毕之后 第二年 朝鲜阅兵 我好像以前分析过了 怎么有一个 一模一样的山寨版 仿造的 不会一模一样 也有那个很奇怪的滑翔弹 那还能是谁给的 那还能是谁给的 然后那个导弹车 你自己去研究了 有一些是军迷 你们自己去研究了 所以那个 笑话一直 不要有那种损友的心理 不然的话 你就让你觉得你很傻 你会相信 韩片里面讲的那一句话 两韩统一 空前强大 世界害怕 然后他们马上 向中国人要求 归缓辽东 要恢复到高沟里 之前的版图 脑子里还在那边 高沟里 高沟里 你相信他有空前强道吗 马上就给你三田肚 马上要让他三田肚 所以这个 他想唱安事成 马上让他南汉三城上演 就跟他讲 恭喜你 同意了 你想要安事成是吗 我马上让你南汉三城 不可能吗 那你说越南 他现在也有空前强道吗 他之前被揍 那要不是 邓去演那个小丑戏 早就把他打趴了 直接进一盒内 我提过很多次了 要不是他急着揽工 怕这个工廊被别人拿走 最主要是当时 树玉在骂他了 树玉在骂他 你根本不会打仗 他吓到 然后就说 我不认识谁是树玉 党内没有这个人了 然后他想赶快把功劳 揽在身上 房子被抢走 所以才会变成那样子 最后变成纠缠边境 陆地边境是有拿回来的 那就是海上他不服 你没有打到他服 海上就跟你抢那个岛礁 这个会知道 可是就算这样 越南有空前强大吗 越南加在一起 还比朝鲜半岛大 好像31万平方公里 两韩加起来 也就20几万平方公里 我查一下 朝鲜半岛 对啊 总面积22万 没错 还比越南小 然后形式孤立 心态又扭曲 形式孤立 现在没有孤立 但是俄罗斯跟他结盟 也是因为中国 跟白俄罗斯结盟的 所以 他也还是形式孤立 他也没有森林可以躲 那马上只能三连渡 只有三连渡可以躲 那就往三连渡进发就好了 不可能 除非他 想要找死 那就让他变成那个三连渡的那一个 让他磕头 让他供女要好好供 要跟他讲 你当年供女又不好好供 对啊 那不要供就不供 那就乖乖 所以曾经清朝后来又教训过他 我好像提过了 就是用三连渡把那个 长白山把它刮过来 可是长白山一半的主题 后来是我 后来查到是周恩来 周恩来还给他们的 如周恩来期间 但是以前那个 他在那边叫叫叫 一人一半不公平的时候 清朝就说 不公平 我看一看 这是你圣山 山这样走 水那样 那通通我的好了 圣山嘛 圣德在心中不可见 你站在你的边境远望 我还看到那长白山 那就好了 那时候康熙就这样回答 然后 指着三连渡 回到三连渡参观一下 他就吓到了 他就给清朝 可是后来是共和国时期 那一半的山 还给他的 原本清朝初期 一直到明朝之前 都是一人一半 所以这个到时候 再把他挂一次过来 那你就小胖 你就没有办法 在那个山上拍照了 所以他不敢的 他不敢的 所以我也不会怕他统一 怕他统一 他那个 能空前强大吗 他比越南小 我帮你查了一下 你看南韩棒子 为什么很亲慢中国 他就是得到一点便宜 他就以为他自己很强了 那个他看到 那个北韩跟那个周恩来 还是毛周时期 因为那个日程很诚心 在那边 那边很恭敬 因为那时候中苏交二之后 朝鲜说 我们是不会站到苏联那一边 我们是都是 站这里 他很四项 那时候好像也是为了 哪一件事情 就是谈说 能不能之前 他原本是在清朝之前 明朝那个时候 他们随便去那个 长白山 随便去践踏 他的圣山是可以的 后来到了清朝 出去三年度之后 那是一人一半 我记得那个时候是 因为女人也说 那也是我的圣山 拿到了那个康熙之后 就是因为他在那边很恭敬的讲 能不能 那个再还给我 让我去 那是我们的圣山 圣山 圣得在心 不可以践踏触碰 通通我的 他不敢讲话乖乖是 隔让 那个时候 金世成的时候 又很恭敬的说 能不能 那个什么 那个时候就是 那时候中国的形势比较孤立 国际这个形势 危险 那中苏交恶 又需要他的态度 就同意他一人一半了 又回到 康熙之前的 一人一半 那男孩看到这个 你中国是软弱 他把这个议会 他把议会 他把你软弱 我就可以将来 恢复辽东了 他就想要拿这个 他就拿这个 做案例 那既然这样 那另外一半不要了 就归我 又回到 归我 你的圣山就 就远望就好了 所以一点都不用怕他 因为每次来见面的时候 很恭敬的在那边 能不能谈 那个 他会抓那个时间了 加起来也没有越南大 那就做一下好了 如果 如果统一之后不听话的话 做他也很简单的 你就比越南还小 更比日本小 然后南韩又经过这么多年的 全国来查了一下 他们很长时间 全国有四分之一的女性都做过那个 那个数量吓死你了 因为美国人刻意要把他搞得全民皆长 要彻底利用 这就是我前面讲的 他用的那个底局就是这样子 你被他操控的那些附庸国 看上去刚开始很旺 得到很多什么经济发达 用这个来诱骗下一个 可事实上你的底层 都已经被他毒化掉了 四分之一都当过婊子 看了他这个社会报告 然后那整个人民的精神状态是很萎靡的 所以你现在看到南北韩 他们同时动员 北韩动员能力远远比南韩强了 如果没有外力接触的话 一打南韩就溃败了 哪怕他高层再怎么扭曲也没有用 底层是腐化掉的 底层是滥化掉的 邪教变地 外国军队变地 那就给他操这些南韩棒 以后看到南韩棒子就跟他讲 你们国家四分之一都是婊子 当妹送几个来 要贡女就好好贡 你不想贡就乖乖听话 不然就好好贡女 贡女是正确的 你们以前对中国朝贡都是贡女 就是拿得最诚心的贡 为什么因为以前早期他们是最不听话 后来一直打到便最听话 打到最近 以后看看还会不会不听话 不听话继续打 你觉得他真的有那个核弹 我觉得他那个核弹 基本也是 发射按钮 可能是在中国大陆的 那边的人控制的 他不能随意发射 不然的话 随便给他一个核保护伞就好了 之前那个乌克兰想要跑掉的时候 中国还跑去做核保证吗 可是乌克兰还是 跑了吗 那是亚努科 是亚努科威奇吗 是哪一个 就是前面那颜色革命之前 所以不可能的 那时候美国一直想要把这块北韩 这块吃掉 所以才会搞得这么激情 所以 不要有那种损有心理 那种损有心理倒没必要